人只要有智慧 眼前所有一切的人事物 你都会欢喜相处 你不会生产闹 没有智慧 跟人相处生产闹 有了智慧跟任何人相处 你都会非常快乐 为什么呢 你知道 一切众生到这个世界来 我们说你生到这个地球上来 你生到这个家庭 全是自己业力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 我业生向福 是全身修的福 这干得过我 我业生受罪 是全身修的不善 应该要受的 你会不怨天不由人 你会欢欢喜喜 为什么 消业嘛 消业不能造业 一面消一面造 那个业永远消不了 我只消不造 业就消掉了 今天过再苦的日子 缓缓细细 过去都不善嘛 消掉了 消掉之后的时候 那福报就现前了 如果你不甘心 不情愿 你还要给人比 为什么他比我好 这叫造业 这个造不善业 那你这个业消掉了 不善业又现前了 你永远哭下去 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个智慧是真实智慧 谁知道 佛知道 菩萨知道 随佛报不必欢喜 过去修的 下法的感应 卧报 也不要悲伤 也不要怨恨 是过去是 造的不善业的苦 只要能消 多好啊 消了才能明信见信 人为什么不能明信见信 就是夜报障碍了 夜报消除 比什么都好啊 应该要懂这些道理 要了解四十真相 然后你再想 受苦受呢 是好事 不是坏事 多地狱是好事 他造了地狱 造那么重的罪 怎么办 到地狱是消罪业的 不是坏事 罪业消了 你有善缘 遇到佛 你才能成佛 你要不消 消不掉 你就成不了佛 你接触佛法 你也不会懂得 佛来给你讲经 你也听不懂 叫愚痴 大家天天都在想着 我要怎样 小业长 小业长天天在生活当中 你不会想有什么办法呢 要想真正消业长 首先第一个学 忍辱佛罗敏 然后再进步修禅定佛罗 业长才能消除 不忍怎么信 一点点不顺心的 就发脾气 要想真正消业长 就心里不高兴 这是天天在造业长 不是小业长 小业长遇到逆境 遇到物品 心平气呼 欢欢喜喜 决定没有怨恨心 没有自备的心 没有怒发怒的这个现象 这业长就消掉了 是一件人 不高兴与说 父母不过三代 我说父母消掉了 不善的夜报 先进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三代 夜代都保不了 你对父母啊 能保一代吗 能保到你到死吗 你看很多 富贵人家 到晚年了 破产了 犯罪了 犯罪了 坐牢了 这些夜市都保不住啊 哪里还有二十三十啊 那么他这个佛婆 确确确实实 亏想很多事 就是自己在 享福的时候 不知道修福 如果心底厚道 心量广大 不要计较别人的是非 看到有别人 不对的地方 能够宽恕 能够以自己的 对性去感化他 这是功德 这是好事情啊 那你是做了好事啊 你有福 你的福消不掉 你这个福消完了 后面你修的又接上去 有福保享不尽啊 要是心量小 心胸下小 看到不如意就生气 就要骂人 骂人就先不服啊 不服就给你结冤仇啊 这些事情 我年轻时候跟李老师 学尽教 我就看到啊 我们学生不多 这二十几个同学啊 老师对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 有些人老师很凶 有他有骂 没有好脸色给他看 有些同学老师对得很好 满面笑容 从来没有这杯过 我在旁边看到了 看到有疑惑 我们也不敢问 好像有两三个月 老师有一天叫我到房间去 给我谈这种事情 你是不是有疑惑 还是是有疑惑 老师为什么有的同学 你对得很好 有些同学的时候 见面 真的有他有骂 老师说 那是听话的 像真学的 真真相学 你打他 你骂他 他感恩 这种人要真有啊 那些对他很客气的 你说他几句脸就红了 不能给他接远处啊 把他当作旁听神 我才恍然大悟啊 才懂得 古人所讲的 因才是教 以前懂得 因才是教 不深呢 老师这样说 我透彻了解了 像学不是真学 那老师对他要客气 不要给他接远处 他想真学 那你就真有 他纠纷 我 我 我 你有 你 你